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多春菜的周庸 那烧起雀子是要明年才吃得到的 秋天的雀子最后烧起了 今天做的都是雀子 这个雀口我丢了一切 前一种小的雀里 好多人看都没有看到过 打个大指纹中间 在这盐巴烂一下 要像雀子打出来新装好 来点水 把火一下 来点干淀粉 火一盛风过后再把它炸 这个锁水锁得香香 哎呀 搞了着搞了着 这个云川豆湿现在来搞活动 一十几块就十打十八哦 这个豆湿选用是非常金黄豆 配料干净不添加去 里面只有大豆生活应用水 十用盐了 选用发酵365天 传统茂密豆湿 却有光粱油黑 滋润山枝 用这个豆湿 做回锅肉 八婆豆腐 鹽尖肉 豆湿正月鲜 香得很浓 这个雀子锅油 菜子又得香哦 油温高点下雀子 炸起 雀子下锅先不放动它 让它粉都炸硬了 你看那样炸的雀子 它不得变形哦 不得锁水哦 你们在家里面炸的雀子 又锁水又吃油 炸进出来摸到点 像我那样炸进出来 你看 变得不变 这个锅里面呢 流点油 来一条醉哦 烤火油的香哦 下排了的大蒜 老姜 把炒香 淡花椒来一把 像切来的豆豉 那个豆豉香锅呀 可怕难香难熟 整个炸出来的香 撈出来的 真香上色 炸出来的香香味 把雀子炸进去 炒蒜 还有那个豆豉的香味 辣菜就香了 爆干饭 中北修 好 稍微学点点最好 最不要切多的哦 现在随意见到豆豉 可以软化一下 要像切入更容易出味 来点尖椒 调味都简单的哈 用老婆婆的盐罐 加几几块斤 那儿烫的行的 点点白糖 切个味 分开 豆豉脆脆脆 都好的哟 你看这个颜色 巴不巴色 下不下饭你看哈 这个豆豉 脂润三尘 江湘为浓 主要是花炸 还有渊工餐 又好的哟 都是学子 下干饭